高龄93岁的新巴威总统穆加比宣布辞职后 将接任总统的前副总统姆南加瓦22号返国 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他承诺一个新的展开的民主 并且与世界接触 姆南加瓦表示这个破碎国家的重建工作需要国际的援助 不过当姆南加瓦发表关于民主的谈话时 仍不忘重申执政党新巴威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的口号 而这些势必无法获得反对阵营人民的认同 数十年来姆南加瓦担任穆加比的执行者 以残忍无情而闻名 许多反对派认为在穆加比铲除异己的过程当中 姆南加瓦正是军方杀害数万人的主导者 国际维基组织西非计划主任迪斌表示 穆加比辞续总统并不代表会更加民主